來看到中美的博弈 現在呢 王毅跟布林肯有見面了 然後王毅說 中美關係要回到正確軌道 阻止灰犀牛 妥處黑天鵝 搬掉藍路虎 不宜思議中國大陸的內政問題 另外呢 這個 謝峰啊 駐美大使 很罕見的去五角大樓有會晤 因為中美今天軍事的交流呢 還是中斷的 然後他說美國應該謹慎處理台灣問題 那兩軍的關係回到正軌 另外呢 最近每個月都有美國官員訪華 布林肯到葉倫 到現在的John Carey 就是氣候特使John Carey 在16號下午抵達到中國大陸了 他呢 這一次因為有一些反彈聲音 他就說他不會讓步 那他也提到了 中美在人權智慧財產權 經濟半導體 台灣問題有分歧 但呢 不要用一個議題來挾持另外一個議題 另外呢 接著要訪華的還有誰呢 雷夢多他說也想要訪華 中大陸商務部說 保持開放跟歡迎的態度 那他來是不是要帶禮物呢 最近來看到下禮拜要發聲的 英特爾的CEO基辛格 還有高通CEO安萌 以及NVIDIA CEO黃仁勳 三大晶片半導體CEO 要前往華盛頓 希望你拜登不要出來 新的對華晶片的出口限制 如果再加葉倫就有四個官方 那下面那三個是民間的 我覺得這四個官方可以分兩類 一個是布林肯跟Ramando 我覺得這兩個人大概中方對他們興趣不大 就是基本上就重申立場 然後一定是做交易 你如果沒有帶善意來不會有結果 對 那我覺得John Kerry跟葉倫 葉倫他在美國學界有相當的分量 而且是拜登政府裡面 割派的主要代表 對 那John Kerry是民主黨 有份量的大咖 所以我覺得 而且John Kerry也是對華比較友善 對 是 葉倫也是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無論如何也是要 這個 跟這個對華友善的一些 美國的比較重要的人物 維持基本的往來 然後做一些意見的溝通 所以我覺得葉倫跟John Kerry是 屬於這一類 比較類似 那 葉倫當然就會連動到 下面那三個企業的代表 因為 葉倫畢竟是 紐約的猶太人 所以跟華爾街應該比較接近 所以比較了解 這些企業界的思考方式 那這三個企業巨頭 事實上主要 去華盛頓主要就是 他們擔心 美國商務部不了解 這個723這個進一步的制裁 對科技業的傷害到底有多大 會害到你自己美國企業 所以他要告訴他們 其實這裡 我這個聽起來有點詭異 怎麼會不知道 好像美國商務部是 都沒有經過跟企業界的 任何討論 就自己 在那邊不斷出爐 一些制裁的政策 根本就不管你 那 本來就是有一些個別的企業 抱怨 可是不夠力量 這三個都很夠力 尤其是英特爾 主主要是英特爾 他很會lobby 因為前面拜登他是用晶片與科學法案 在籠絡他們 所以那陣子他們沒怎麼抱怨 就是給他補貼 可是 英特爾最近也傳出他要提供特供晶片 沒錯 給中國大陸的晶片 跟NVIDIA一樣的 對 那 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 六月第二季財報也出來了 他大概 累積了兩季 大概知道中國市場 造成他營收的衝擊有多大 那 他覺得這個大概就是關鍵點了 如果你這個時候再不介入 那723之後 萬一又進一步的不准銷售什麼 那到時候真的要拉回來 那難度就會變得更高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及時 而且是聯妹要去華府 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所以 我坦白講我對那個官方的拜訪 我還是沒有任何的期待 我認為不容易有結果 以目前的氛圍 主要還是取決於拜登自己 是 取決於拜登自己 但是呢 你會害到你美國自己的企業 比如說之前我們就介紹過了 NVIDIA 他就說了 你不讓我 這個賣東西給中國大陸 你會傷害到我們自己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大巨頭都很重要 都是呢 美國很大的晶片 晶片的巨頭 包括英特爾 還有高通 以及NVIDIA 然後呢 剛剛亮哥特別說了 英特爾呢 其實他要退出 在中國大陸市場 叫特工版的 雲端AI訓練晶片 Habana Gaudi2 這款的晶片 他就是說呢 能夠規避掉美國的一些 說禁令 然後也符合 中國大陸的需求 那這跟NVIDIA很像 因為呢 NVIDIA他之前也有呢 叫做A800晶片 然後供應中國大陸市場 規避美國的制裁 但是呢 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呢 美國的最新禁令 也許連這個A800也不能賣了 所以呢他們這些CEO 非常非常的緊張 尤其呢 現在 美國拉著日本嘛 這個禁令 7月23號也要生肖 還有美國可能也要 祭出制裁是雲端的服務 也不准中國大陸用 但是呢 林毅夫說了 要卡中國脖子 你等於也卡你自己脖子 殺敵1000自損 至少你也1000啊 大陸可是39個工業大類 191個中類 525個小類的 世界第一的聯合國產業 所以各個產業都有 然後呢 中國大陸的工業GDP 超過了美日德的總和 其實你真的很難對它脫鉤 中國大陸現在是鬥而不破 鬥不怕破 大陸來看到的是 中國版的新煉 朱雀2號升空了 還有2030年前 要實現登月的計畫 我先講一下那個朱雀2號 因為它 跟我們原來講的第三艘航母 是一樣的 它是屬於一個換代超車 因為它現在所用的它的燃料呢 就跟我們一些所習慣的完全不同 易氧跟甲腕 甲腕是我們在家裡面燒飯 時常很熟悉的天然氣 自然它具有成本低容易取得 然後它對於碳排放很低 將來的積碳效果更為環保等等的優點 那很重要的是 這一次可是民企對民企的對抗 就是中國大陸也是一個民企籃件 然後美國呢是SpaceX 還有那個貝佐斯的藍色起源 Blue Origin 所以你在民企跟民企對抗的時候 你還是會受益於剛才講的完整的工業門類 然後龐大的科學研發的基礎投入 所以在未來 無論是在哪一個科技的前沿 我們看到的競爭的態勢應該就是這樣 那回頭來講晶片站 我覺得我們在上個禮拜呢 忽然之間就有一個新的啟發 就是可以把晶片站跟原材料 就是對假拉折的原材料的中心把它放在一起看 前端是美國開始主導的這個晶片站 這個晶片站從2019年對華為開始呢 一直走到現在 最近有一篇非常非常好的文章 其實我還蠻意外 那個為什麼紐約中文時報會做這個文章 可是他就很深入地講出來 今天為什麼雷蒙多這麼重要 為什麼是商業部 所以你們幫我印了一下這個 上面講的不是我一個人看法 這主要就是紐約中文時報的這一篇 中文報導裡面它特別講的 在商業部裡面呢 它有很多的局 可是中間有一個局 就是我們前段時間看到的BIS這個局 那BIS這個局在冷戰時期 發揮了極大的效果 它每年要對於特許出口的東西 要做管制 它對於實體清單做管制 那麼現在的實體清單 已經600多頁了 還在繼續加強 那這個趨勢是冷戰結束 冷戰高潮的時候 它每年要管10萬件 然後冷戰結束以後 它就不那麼重要了 每年大概就變成管1萬件 現在又回到每年管4萬件 中間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他們認為2022年 我們一定要記得兩個日子 一個日子是2月24號俄乌戰爭 另外一個日子是10月7號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晶片的全面防堵 你看我們每天在談這個事情 我們很少把這個10月7號 講得那麼清楚 因為在10月7號裡面 它出口的管制的目的是 削弱中國的生產或購買最高端的晶片 以去進行它高端研發的所有能力 主要的目的是要按照這篇文章講 是根除它在先進系統的生態權 所以從頭那你可以看到 無論是2020年5月 川普開始的收緊對華為 或者它最後我們都看到 還有三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就是對於貨 就是你什麼貨可以賣不可以賣 10月7號就是最明顯的 然後再來呢就先進晶片 研發不行啊 生產半導體的設計和高端的科技電腦 都不行以外 它還有一個是人 就是說你是企業也好 自然人也好 美國人和美國綠卡人 都在它管制的範圍之內 最後還有一個叫做市 這個市情的市是生產 設備的維修 授權的製造 交付製造 通通不行 這是已經有的 接著呢光是一個美國 擋不住這麼大的趨勢 我們孫子不是說實則為之嗎 你美國這樣建立起來 我們常說它就做一個小院高牆 就是你要跟我美國打交道 你就不行 所以美國呢就擴大了 我們過去一年難道不是看到 它在CHIP4 就是在日本 日本韓國跟台灣的這些晶片公司 它就把它估在一起 要求它跟美國走在同樣的路上 那麼今年它又增加對於日本跟荷蘭 都簽了跟前面那個相類似的 這些禁運的條件 那馬上可能就會出現 好 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全部都被卡了脖子 但是沒有關係 在圍棋裡面有個東西叫做 建核拖先搶大廠 這邊你打到這樣了 那事實上華為已經證明說 你就算怎麼打我 我會自主研發 我也死不了 那個鴻蒙呢 就已經有3.3億到4億人 去使用 那原來在2020年的時候 華為本來是全世界高端智慧手機的 不是高端智慧手機的18% 被它制裁了以後呢 到2020年只剩下2% 但是沒有關係 鴻蒙開了一條新的路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達到現在呢 差不多就是一個狀況 那中國大陸另開了一個戰場 就是在關鍵的那些材料 這些關鍵材料的關係點 不只是今天 今天的軍武 今天的科技 今天的研發 更重要的是在未來 當你要去 在全球去做綠色環境 全部的工業改革的時候 他們在未來是更重要的 所以跟著全國的 就全球的去全球化 你要建立很多複製各種各種各種 各種地方的區域工作鏈 所以你就不能從一個地方生產 你要在各個地方生產 所以去全球化 第二個呢是去碳化 就是要把那個碳排放一直降低的 那些標準跟要求呢 都會受到這些先進的 這些原材料跟關鍵材料的影響 因此我覺得就是 中國人有一句古話說 你做初一我可以做十五 那中國大陸在後面的十五這個部分 美國已經去做了一個 特別的清單叫做 美國關鍵礦物清單2022年 歐盟呢做了2023年 做了關鍵原材料清單 在這些關鍵的礦物跟原材料裡面 最大最大的供應國都是中國 所以大家就要想一想說 我們到底是不是還要全球合作 一起謀人類之共同福祉啊 天下圍攻 或者是我們真的要脫鉤斷裂 我們要因為擔心你的進步跟研發 我要用全部的方式去阻止 甚至不管什麼代價都可以 這是為什麼下個禮拜 Intel Qualcomm NVIDIA 甚至呢蘇豐茲本來要到台灣來 他也取消了 所以我不排除呢 他也會去 AMD也會去 因為他們這些美國的大人物 要去告訴美國的政治人物說 你們現在做的這個事情 你以為是在防堵東中國 其實你在削弱美國 台積電是全球芯片的70%的供應者 可是它只佔這整個產業產能的 就用金錢來計算的 只有10%啊 剩下的超過40% 都是美國的這些大廠 他們下單給台積電以後 所獲得的企業利潤超過40% 所以這個整個產業你如果看起來 台積電難道不是一個這種晶片公司 難道不是你最中心的朋友嗎 你讓他們越來越大 我們美國企業的獲利就越來越多 世界的市場漲得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美國放在引號裡面 這些企業的全球主導性也會越來越強 如果美國的政治人物一定要脫鉤斷裂 最後受傷的絕對是美國企業 絕對是美國企業 我想再問一下倩姐講說 因為你不斷的圍堵大陸 但是大陸會不斷突圍 比如說你圍堵中國大陸 參加國際空間戰 他就自己搞一個天宮的空間戰 然後2030年 中國大陸要探月了 之前倩姐不斷強調說 中國大陸是在月球的背面 去拿月攘 跟你美國也不一樣 然後來看到他有很多新的配備 比如說新的一代載人的火箭 長征10號 還有載人的月球車 可以開10公里範圍內 都可以進行在月球的採樣 我想問一下倩姐你怎麼看 對 所以我還是去引紐約時報他講 那BIS的負責人他說 現在他就是一個戰爭 可是他也說這可能就是我們存亡的關鍵 因為當你一定不要跟中國大陸合作的時候 你就逼著他要在他全部的 目前我們很了解的舉國體制裡面 去撥出足夠的資源 動員足夠的人力 跟著增加他足夠的研發 去突破你試圖要建立的這些可能的限制 更何況我們已經看到了 在所有的科技前沿裡面 都是打群架的 對 是從你基礎科學到應用科學到材料 全部要全方位的往前走的時候 每一個打群架的產業 譬如說電動車 從鋁電池開始 或者從鋁原料礦開始 譬如說空間站 這些大的產業中間 中國大陸都已經證實了 它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突破現在的限制 如果說今天美國還在用 所謂太空軍的方式 在想要在天上做一個 天眼式的戰略佈局的話 那麼中國大陸的科研實力 也是足夠會突破 那個天眼式的戰略佈局 更何況我們一開始講的朱雀爾號 它用更安全 更環保的材料 去達成人類的空間夢 是已經可以在第一個載軌 能夠載軌的就是朱雀爾號 那顯然它一定也有能力 像在阿提米斯 美國的登月計畫 跟中國大陸的登月計畫中間 它一定也會一而再再而三的 去展現各種新的科技的能量 從嫦娥可以自己自行計算 在月球的背面落地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科技能量中間 有高度的人工智能 有高度的高速運算 有高度的精確 這些東西都不是一蹴而就 而這將來就會是未來競爭的基礎 是未來競爭的基礎 然後中美現在被說的是有一點制度競賽 因為全世界也在發現說 美國制勢一開始都覺得說 它是全世界要奉為歸孽 民主就是最棒的 然後美國體制就是最棒 大家可以模仿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中國方案來了 也讓大家看到說不同的 像倩姐不斷提醒的舉國體制 大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個體制要讓它看到不同的一個做法 所以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要征服星塵大海 美國太空軍司令就說 如果有人威脅美國利益 我們準備好戰鬥了 中國長期內要超越美國在太空領域的能力 他都是把它當成在作戰的來進行 另外來看到The Drive 它特別也說 中國大陸造船現在來到了2325萬噸 美國不足10萬噸 所以兩者的差距已經來到232倍之多 然後美國海軍部長就開始酸 因為大陸投入太多的大量奴工 所以造舰的人數有優勢 其實 不好意思想笑一下 奴工去造舰 我覺得這是幻想出來的吧 沒有 其實現在世界上在太空裡面 有操作能力的 大概就是三個國家 那歐洲還是比較落頭 就是美國跟中國 那事實上這個太空 外太空使用條約 其實在人類具備這個 在太空外太空 進行這種太空跟外太空 進行這個 執行任務的能力以後 聯合國就開始已經要來規範 對 其實呢 收到這個聯合國的規範 等一下呢 要請大使號來分析一下 因為美國是自己呢 有第六軍種就是太空軍 然後呢 一直在說 中國大陸要征服新城大海 然後是為了要搶佔月球 還說什麼一定要超過中國大陸 不然的話月球就會把它佔領了 但是美國你自己是有太空軍的 其實1966年聯合國就簽了一個外太空條約 那個基本上呢 這個外太空條約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理念是什麼 就是外太空和平用途 就是說你要去探索太空 可是你一定要遵守一個 它是和平用途 結果呢 美國也簽了 對 可是世界上有 我就說就三個國家 歐洲是整體 那就中國 美國 美國居然在這個卡特的時候 成立了一個 對不起我講錯 在這個川普的時候 他成立一個新的軍種 叫太空軍 對啊 那請問一下 你這不是明目張膽 簡直就是完全無視於 你自己簽的外太空條約 外太空不要以和平用途 為唯一用途的這個承諾嗎 他就擺明了我就是把它怎麼樣 太空軍事化 這也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 那可是美國就是這樣子 美國這種霸權 在這裡面就是充分顯現 國際法對他來講 只是什麼 裝飾用的 他一看到他跟他利益相悖的時候 他就可以立刻無視任何 他自己承諾的國際 國際條約 做出莊嚴承諾官 他就成立太空軍 就是擺明了 你都軍 你就是太空軍事化嘛 這是大家人類 一直在避免的 那中國大陸到今天為止 所謂的探索 太空 基本上從來沒有提到軍事兩個字 對 基本上是為了人類的這個科技 人類的這種發展 做這種太空的探索 所以到現在沒有 你沒有看到中國大陸 有任何這種軍事 還有太空軍啊什麼 沒有這種想法 他也跟17國合作了一些科研的活動 科研活動都是和平用的 是啊 對不對 天空號空間站 上面都是進行各種空研合作 這個科研合作 他因為有一個 這個空間外的 這個艙外的一個手臂 光一個那個手臂 機械手臂 美國人做那個機械手臂 做了好幾年 他就說他是要怎麼樣 要升那個機械左臂去什麼 在太空中 抓別人的衛星 所以我覺得美國已經到這種草木皆兵 可是問題就是 他自己把太空軍事化 他有什麼資格 在那邊批評別人 至少到今天 中國大陸從來沒有講 我要把太空軍事化 都是主張聯合國的太空 外太空條約的和平用途 那講到海軍的話 事實上海軍這些部分的話 現在公布的很多數據 是美國人公布的 那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樣 估算中國大陸的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 未來的這個 海軍的艦數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不過他們最近公布一個 公布一個數據 滿驚人的 我不曉得是要了 為了要下自己的這個 好國會 讓國會多邊臉預算 還是確實如此 他指出 他說中國的造艦能力 事實上是美國的232倍 不是23倍 不是20倍 是232倍 他還舉出一個具體的數字 他說中國造艦能力 約為2325萬噸 美國則不足10萬噸 那麼兩者差距232倍 當然這個就是說 是美國的一個網媒 他自己公布的這個 他說這個資料 是美國海軍提供 給國會議員參閱的 一個簡報上的一個資料 對 那如果是海軍提供的話 那真的美國 是不是今天的造艦能力 只有10萬噸 這個我是有一點懷疑 那我甚至有一點懷疑 中國大陸的2325萬噸 他是如何取得的 他這個數據如何取得 這種軍事的數據 有的時候是各國都是很機密的 他怎麼會 還用一個非常清楚的2325萬 他也沒有說明出處 不過 兩國的造 兩大陸跟這個美國的造艦能力 當然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中國大陸是不是差到232倍 我覺得還是後續的 還有更多的這種資料出來 可是呢 他又做了一個 預測 就是說到2035年 中國大陸的海軍艦艇 一共有475艘 他是作戰艦艇 還不是指這些一般後勤 就作戰艦艇 就475艘 那美國到2035年 作戰艦艇只有多少 305到317艘 那這個差距會繼續的擴大 因為目前 美國方面的資料 是中國的作戰艦艇 有355艘 美國只有296艘 就已經呈現了 大概差不多 將近60艘的差距了 那如果這些數字都是 都是如美方所公布 那美國應該非常的震驚啊 那是不是這些資料 是不是完全屬實 我是覺得還需要去查證 另外一個中國到2035年 有多少海軍的作戰艦艇 美國是怎麼算出來的 這個也是 不過不管如何 就是中國大陸過去在這個 過去一段時間 海軍的這個艦艦 這個新的軍艦 這個下海的速度 事實上真的是 真的如這個 真的如什麼 真的如這個 下餃子一樣 怎麼樣下餃子呢 我們就很簡單的講 055大區 在短短的 大概三四年之間 大概已經有六艘了 八艘 八艘了 那接下來 還會有八艘進來 那我們最近 前一陣子談的這個 05 075的 兩棲攻擊艦 那個是四萬噸的 也差不多就三艘了 那未來可能是六艘 那這種都是極具威 極有威力的 這種大型的這種建制 而且是現代化的 對 相對美國來講的話 事實上的話 美國真的是 有這個 我覺得它是有很大的危機感 因為這個 雙方的這個戰力的拉鋸 我想現在中國大陸 可以說是快速的趕上 那更不要說福建號 現在有人估計是2025 可能年中或年底 它是入列而不是下水 那入列以後 那事實上的話 那我不曉得我們將來 待會會不會講到 這個福建艦的 目前的戰力 光它的那個電磁彈力的 有很多這種 領先的 數據的對比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已經算是一個 從某種程度上來 從海軍的實力來講的話 那麼從造船 造船包括海軍以外的 一般的造船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應該說 是一個海洋大國了 海洋大國了 不過中國為什麼要成為 一個海洋大國 我覺得這個 這個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第一大貿易國情況 中國的這個貿易線 基本上 在一帶一路 還沒有完全能取代這個海運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生命線都在海上 這幾條都是海上的生命線 一個國家歷史告訴我們 一個國家如果它有海上生命線 它沒有辦法有力量去保障這些生命線的話 它的命運就掌握在別人手裡面 所以我覺得隨著中國大陸這個貿易實力的興起 那這個海軍實力興起那一定是相對的 只是說中國大陸這個海軍 也不是說近幾年才開始 過去十年你就可以看出來 各種的這種艦艇 真的是像下角之一樣 所以這也難免不激起 美國方面的一些恐懼 那不過我是覺得它有些講的數據 可能還需要再查證 不過美國是這樣 剛剛講這個 中國是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它是計畫 按計畫進行的 所以你今天中國大陸 可能已經知道五年以後 要做到什麼 十年以後要做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比如說中國的航太 航天 就是說中國的這個太空 太空 事實上的話 這個都是中國的航空總公司 我2030年我要登月 那我現在預備做什麼 做什麼 對 這個都是已經 有規劃了 今天是2023年 這個中國 中國的這個 這個有關航太的總公司 它就說我2030年 要達成什麼目標 美國NASA不敢講 因為美國這個 這個體制很奇怪 它這個政黨換了以後 重要政策也換 每四年換一次 或者每八年換一次 那另外它這個軍事的 有關的這個預算 也是很不穩定的 那美國這些 美國這些 這些 主要的軍種 他發覺他自己落後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發揮 他會公佈一些 害人聽聞的這種 這種訊息 表示 美國已經嚴重落後他的對手 要落後到 是人家超過232倍 那我覺得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可能就是 為了爭取預算 是 有些華仲取宗 把自己美國實力 講得太弱 那當然 你不能說 美國 中國的實力多強 不是 不是真的 可是把美國講的實力 講得太弱的時候 我覺得 有的時候 是他相關的軍種 故意 把它放出來消息 對 想要跟他的國會 爭取更多的預算 對 所以要小心吹捧沙的這一些套路 那但是呢 那個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呢 在造船的這一塊呢 中國大陸現在 也超越了韓國 6月份 新獲得新的造船訂單 繼續超越了韓國 全球的船舶 大概是 比如說95艘 那中國大陸 拿了71艘 佔了全球80% 6月份的時候 韓國10艘的訂單 佔全球14% 然後說到造舰 也要提到說 福建舰 比如說3號的 這個 電磁彈射跑道 這個地方 已經拆下來了 那代表說 他即將要海市了 對啊 就是這樣 事實上 剛剛介大使講 那個數字是有可能的 我舉個數字 2022年 去年 去年 中國全球造舰總量 是47% 去年 第五名是義大利 義大利才0.82% 差那麼多 美國前15名都沒有進 OK 所以美國可能只有0.2% 那這不是差不多嗎 47% 對 0.2% 這當然是有可能 是 那主要是因為 美國的造船業都跑光了 就剩這個 Newport News 這個造船廠 他就是認為這個就是 賺錢賺太少 對啦 所以除非國家有大量訂單 來保障它的生存 對 那你怎麼弄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現在是 所有的船都在造 對 包括LNG 然後觀光 大型的郵輪 然後還有航母 它所有的大船也造 中型的也造 對 就是然後 而且還幫別的國家造 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的啦 因為 很多產業真的 有一些國家可能 連罐頭都做不出來啊 這是什麼稀奇呢 對 那它國內也不會有馬口鐵啊 這個當然有可能 那是一個產業鏈 這當然有可能 這個 中國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啦 就是說它所有的工業品項 都有 它都有製造的廠嘛 是 那 美國本來就已經高度金融化 高科技化 而且服務業化 它的工業可能 佔整個經濟的比重 已經大概只有15% 6%了啦 所以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啦 不要驚訝 所以它現在正 正想辦法想要跟印度合作嘛 是 其實我剛剛查了一下 印度排名也蠻 也不是太好 OK 它可能最終要找的是韓國合作 韓國造船是強的 以前比較大的是韓國 但是呢 韓國一直沒有做高端軍艦 那麼強的能力 對 所以剛才亮哥講的就補兩個 第一個就是新訂單 因為除了它去年的成績以外 它的新訂單是越來越多 比例越來越多 然後另外這一次 也有可能他們在爭取預算 他們就特別講說 那個海軍的造舰的預算 佔它全造船的那些預算的 百分之多少 那麼在中國大陸 它現在說的是70% 說美國呢應該是95% 也就是說 美國除了軍方的造舰以外 它就沒有民用船舶的造舰 對不對 它只剩下50%是民用船舶 而它軍方的造舰在 20年前左右 它就是把它定在 288艘滿額 那現在是296艘 那海軍他們說 他們希望到2035年 是305艘 所以你看它 它將來要造的船艦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再加上沒有民用船舶的製造 所以它整個的造船工業 上中下游的所有的產業鏈 你可以看出來 它其實就是在一個很緩慢 甚至在逐漸停擺的狀態 這跟中國大陸說 從現在的355到了2035年 要到475艘要快速的造舰 那平常又有很大的 國外的商業那個商船的訂單 無論是你是LNG船 或者大郵輪 或是一般的貨輪 它的民用船舶跟軍用的船舶 可以同樣並行的去建立 非常龐大的造船實力 從船屋開始 從零部件開始 從上下游的全整合開始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領先的優勢 不只是今天的優勢 在短期幾乎已經不可能有別的地方 不可能取代 沒有任何的國家可以取代 因為韓國已經逐漸的示威 包括大船也在示威 而且燒地阿拉伯還下訂單 對 會逐漸的越來越集中 對 還有另外一點 就是美國造船的示威 也會造成它維修的困難 因為找不到 所以比如說上次的海狼潛艇 它不是物撞嗎 現在還在排隊 所以排到2025還2026 就是還在排隊 它沒有辦法立刻修 對啊 對 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核潛艇 它是需要威懾的 但是它光修光排隊 所以就要排到一兩年之後了 因為他們通常它的全校期 叫做生命週期 會有超過30年 所以如果它的量非常少的話 你可以想像得到 它的零部件的那些存貨 都一定會出問題 有斷鏈的可能 對有斷鏈的可能 因為核潛艇 它大概壽命50年 但是到25年開始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修理了 但是呢 剛剛有說美國就直接 Newport News這個造船廠 可能呢 就光要維修 就已經佔掉它的船舶了 那你更別說要造舰了 謝姐你怎麼看 因為呢 這個福建艦的 跑道出來了 這三個跑道陸陸續續要出來 另外呢 要講的是說 福建艦航母 跟里米茲航母 它的呢 這個跑道的部分 電子彈射器的長度 它其實有110米 美國的這個里米茲是99米 它是更長的 長就代表怎麼樣呢 它有更多的艦載機 可以呢去起降 另外呢 來看到是說 還有包括了電磁彈射的技術 也領先美國10年 這什麼意思呢 中國大陸的福建艦 採用中壓直流的 電磁彈射技術 它其實厲害是 彈射他們的預算 說3000次 都不會出現一次故障 但美國是中壓交流電 它的彈射技術 彈射大概400到600次 就會發生故障 那更別說 也高度期待上面的艦載機 因為你要有艦載機 不然就是大船而已 殲35 殲15T 還有包括了殲15D 空警6 買值20 還有攻擊11呢 所以 其實我上次 講錯了一個東西 是我讀一篇文章是錯的 所以後來我就去 因為有觀眾修正 我就回去把其他的資料找了一下 我就覺得實在馬本營 太厲害太厲害 它在做的不只是說 你的動力系統的改變 中壓直流 它整個的作戰形式都會改變 因為它後來提出了一招超級戰艦 其實一艘就可以去打人家一個艦隊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剛剛講了它的這個 甲板看起來比較長 它可能就是我們 平常人就可以覺得說 它已經是比較厲害 但是它這個新的彈射的能力 還會增加它可以攜帶的武器 跟武器投擲的能力 過去我們的武器都要用很多的彈藥 用各種不同的推進系統 若是更遠的 可是現在它只要用電磁去彈射 所以它大大的減少了 它在武器上面 籌載的那些部分的困難 還有它的重量 所以今天的一艘它的超級戰艦 再加上全新的電戰系統 加上新的電磁相關的 這種作戰的系統 那當然有些看起來 就是像科幻片的 你的電磁炮很厲害 所以當你把整個的電磁系統 成為你的新的航母的主要系統的時候 它不只是推進而已 它不只是武器彈藥而已 它整個作戰的形式全部改變 所以今天我覺得我們如果是在看 以前美國的大航母戰鬥群的 那種作戰方式 因為海軍是一個基地軍種 所以它用一個作戰群 就等於把它的基地 就帶著一起走了 它可以在縱橫漆海 不管到哪裡去 它有一個完整的投射能力 但是如果你在西太平洋 中國的近海 它其實一艘就可以去處理 你這龐大的航母戰鬥群的話 那麼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 也要重新修改 在這個戰略佈局要重新修改的 最大的挑戰跟 第一個需要過的難關 就是對方你的對手 所提出來的新型的戰爭武器的形式 你到底有沒有可能去跟它分庭抗禮 我就時常想起在清朝時候 中國大陸的北洋海軍輸給日本 是因為我們的船不夠尖 炮不夠力 我們的射程不夠遠 所以我們所有的海軍只能殉國 因為你打不過 那現在如果說同樣的 我們要把武器對武器來比的話 中國大陸再做下一個世代的武器 那美國在我們剛才講到 已經喪失了極為龐大多年 建來的那些造建能力的此時 它要如何來應應這個新挑戰呢 恐怕戰術上要想一想以外 戰略上也需要調整 中國不可以是美國的敵人 因為美國的海軍現在打不過 美國海軍現在打不過 在中國到自己的家門口 它又有主場的優勢 它呢你如果美國的航母來的話 還有東風系列的導彈呢 所以呢美國現在不斷的 從第一島鏈往外退 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